台中市35岁灵性女子11岁旧罹患糖尿病 每周都得忍受洗肾和施打胰岛素 后来一度病况恶化面临生死关卡 所幸获得家人捐肾和大爱者胰脏移植 让她重获新生 而这也是中部地区 短时间接受活体肾脏移植还有大爱胰脏移植的首例 和医护团队手拿鲜花合景代表重获新生 台中市这一名35岁灵性女子罹患糖尿病 因为病况恶化面临生死关卡 所幸在去年获得家人捐肾 与大爱者胰脏移植 才让她顺利活了下来 血管病变 视网膜病变 肾衰竭 长期打胰岛素的话 血管开始病变 然后最后还会影响到肾脏 医院表示 灵性病患11岁就罹患糖尿病 每周又得洗肾三次 早晚还得施打胰岛素 曾经面临到生死关卡 差点活不下来 直到后来在医事的建议下 接受大妹肾脏移植 同时在今年5月再获得一名 因为车祸意外 脑死者的胰脏移植成为了中部地区首例 这胰脏移植其实有两大好处 一个就是 就是挽救这个肾脏 不要让它又泡在这个高糖分的这个环境里面 第二个就是 它本身也可以避免一些糖分造成其他血管的病变 这些 所以不只有延长这个肾脏的这个时间 而且还可以让它这个整体寿命有增加这样 现在生活就很规略 很正常 然后 势力 势力现在非常的模糊 可以看到雾雾的 然后大的影像 医师指出 活体肾脏移植脱离洗肾之苦 再接受胰脏移植 有助稳定血糖 提供肾脏及心血管系统的保护 也减少病发生的发生 而灵性病患如今重获新生 接下来更打算要怀孕生子 乐观面对新的生活 这里这样的海中才放不到